看到炼狱与一窝座陷入了拉锯战 炭治郎也强称身体冲了过去 太阳马上就要升起 一窝座这时也动用了权力 二人的喊声震天动地 甚至将炭治郎逼迫的不能靠近 这时离得更近的一支柱也冲了过来 一张兽之呼吸穿提了 十次一窝座 岌岌可危之时 一窝座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 只听一声巨响 一窝座自断双臂 狼狈地挣脱了炼狱的前置 已然顾不得其他 他转身变向着树林深处的阴暗中逃离 炭治郎强忍不住 一轮刀承在震火之神神月暴射而出 立星逃跑的一窝座毫无防备直接被击中 炭治郎称一窝座是胆小鬼 鬼杀队一直带鬼的毒肠 以人类的血肉之躯 对战可以自愈的鬼 炼狱比他强多了 一窝座听了这番话直接被气掌 奈何太阳已经生气了 他只能强忍怒气 转身消失在黑暗之中 面对着炭治郎 让发自内心的哭泣 深受致命伤的炼狱 欣慰的笑容 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趁着自己还可以说话 他留下了临终的主脱 究竟是什么呢 请听下回讲解 新闻的主脱 新闻的主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